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内容 有关财务战略的选择 这个内容之前我们做过提示 是请大家作为比较重要的考点来加强复习的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它的考试频率比较高 几乎每一年都会涉及考试题 所以我们给的是三星 但是从具体的考试题型来看 要注意了 最近几年在这个地方 主要考的都是选择题 尤其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所以大家首先要做好应对这种考试题型的准备 同时也要提示一下 虽然最近几年主关题没出过题了 但是这个内容它完全可以放在主关题进行相关的考核 那么大家也应该做好适当的应对主关题的这种准备 所以总体来讲 对财务战略选择这个点 要求大家做全面的复习重点掌握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为大家安排知识内容的具体框架 在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的框架是这样来安排的 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于生命周期财务战略选择 紧接着分成两个细小内容 首先给我们讲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财务战略 包括财务风险跟经济风险搭配 这是它安排的第一块 第二块又给我们讲 基于创造价值或增长率的财务战略选择 这就是教材它一个完整的架构 为什么先解释这个 就是因为我在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我不按照教材的架构来讲 我把它先后顺序重新做了一定的调整 同时它的有些内容我也做了一定的取舍 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按照我讲课的思路 来进行相关的复习 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首先按照我讲课的顺序 我们去对应教材的相关内容 其次这个地方教材文字量非常的大 但是从考试来讲 有些内容几乎不会设计考试 所以一定要听清楚 哪些地方我建议大家去读教材 哪些地方大家不要去看教材了 按照我总结的点 我们适当掌握基本结论就够了 这里边都是有差别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听 要注意在您的讲义或辅导材料上 做好相关的标记 那下面我解释一下 我按照什么顺序来讲 根据教材所安排这几个细节内容 我把它调整为如下三个内容 首先我们来学习财务风险 跟金融风险的搭配 相当于先把这个先讲一下 这个我们讲完了 你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个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财务战略的选择 因为它们之间在结论上 有一定的逻辑联系 所以我们如果先学完两种风险搭配 掌握基本理论 掌握它基本逻辑了 再去复习第二个内容的时候 有些结论 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一些 那接着第三个呢 我们再学习基于价值创造 或增长率的财务战略选择 这就是我讲课 包括我讲义安排的基本顺序 大家先把它理解一下 那下边呢 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内容 那就是财务风险跟经营风险的搭配 这里边呢 需要大家先简单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这涉及财务风险跟经营风险 涉及它们二者的搭配 我们往前回顾一下 就是在我们一开始讲财务战略 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它的第一块讲的是什么 财务战略的概念 还想起来了吧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教材相当于是把战略又重新做了一个界定 把战略分成两种类型 哪两种呢 一种叫财务战略 一种叫非财务战略 也叫经营战略 大家能想起来不能 那你想一想 既然我们教材呢 把战略分成这两种类型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企业 在整个实施战略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面对风险 那这个风险就一定和这两种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财务战略对应的就是财务风险 而我们非财务战略或经营战略 对应的就是经营风险 所以我们教材呢 这里边又给我们解释了 对一个企业来讲 财务风险跟经营风险二者之间 到底按照什么样的逻辑 我们进行有效的搭配 就的是这个地方呢 它一个简单的背景 背景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进行简单的铺垫 什么铺垫呢 就是这两类风险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要搞清楚 它分别和企业的什么样的利益相关者 是联系起来的 其中第一个 当谈到经营风险的时候 记住 这个经营风险的大小 是由企业所制定的特定的经营战略来决定的 按照刚才的回顾 这个所谓的经营战略 也就是非财务战略 经营风险的大小 跟谁有关系呢 记住 跟企业 股东 这个利益相关者是有联系的 所以我们后边理解的时候 一谈到经营风险 就要想到股东 大家再去思考一下 股东为什么愿意把钱投给你这个企业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是希望通过把钱投给你 它能够获得足够的回报 那个回报肯定是越高越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回报跟风险是什么 呈正相关关系的 那就意味着 如果你这个企业 敢于承担必要的经营风险 风险比较高 那么就有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容易符合股东对于回报的基本要求 这是我们首先建立这个联系 那再看第二个 财务风险 按照刚才的解释 财务风险 就跟财务战略有关系 但是这里边呢 重点掌握其中一个细节点 财务风险大小 由谁来决定呢 由企业资本结构来决定 学过财管的就比较好理解了 没学过财管的也不用着急 你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 是不是按照我们教材 讲财务战略一开始的基本界定 我们在这所研究的财务战略 是一个狭义的财务战略 这个狭义的财务战略呢 仅仅指筹资战略 筹资战略又包括三个基本内容 哪三个呢 第一 融资的来源 第二 第二 资本的结构 第三就是鼓励分配 没错吧 那这里边我们就联系 刚才讲的资本结构就可以了 那财务风险大小 由资本结构来决定 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熟悉过吗 资本结构主要是股权资本 跟债务资本二者的比例关系 其中呢 我们重点研究的主要关系是 债务所在比例的大小 那你要记住 财务风险越大表明什么 表明在整个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比例越高 这个大家呢 先把这个关系把它建立起来 我指的是没有学过财管的学员 那你去思考了 既然呢 我们财务风险跟资本结构 跟整个资本当中 债务所在比例大小是有关系的 这个债务出哪来 就联系到了它的利益相关者 那就是债权人 也就是说债权人 跟财务风险是有联系的 大家再去思考一下 对于债权人 或者说呢 我们换个角度 假设我们现在扮演的是债权人 你把钱借给一家企业了 你愿意这家企业财务风险高还是低 很简单 如果我们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我把钱借给这个企业了 那我一定关心的是什么 这个企业能不能按时支付给我利息 到期偿还给我本金 对不对 我关心的是资金的安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财务风险很高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它整个偿付债务的能力 或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 那在接种情况之下 我们作为债权人就会比较担心了 他万一付不起利息 万一还不了本金 那我们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你要记住 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他是不希望企业财务风险太大的 那我们请大家呢 就把这个基本点把它梳理到 那接下来两种风险把它加到一起 就决定企业所面对的总的风险 这里是我们讲两类风险搭配 它的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先做这个基本背景 或基础知识的一个铺垫 大家呢把它稍微指导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两种风险搭配 到底出现过几种组合 我们在这呢 就按照这个图来给大家去讲解 大家呢 主要是以听为主 课下复习的时候 请注意我做提示建议了啊 两种风险的搭配 首先在课堂上 要听懂我给你讲的基本思路 在课下 我们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要适当读一下教材 因为教材呢 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解释 虽然我讲课的过程当中 不会一字不差的去背教材 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用我的语言给你解释一下 帮你理解透 那么课下呢 你最好再把教材那些 比较专业的文字的解释 我们把它多读几遍 因为这个点 从考试来讲 主要是放在选择题来考 那么选择题考试的时候 尤其是选项 它就有可能直接用教材 原问的一些文字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大家 课下要去读教材的啊 那下边呢 我来给你讲 它背后的基本原理 我们先看整个这个模型图 你发现它的基本架构 恒轴跟纵轴分别在什么 恒轴是代表财务风险 纵轴呢 是代表经营风险 都是由低到高 这样一个变化的程度 所以按照我们一个基本的分类 两类风险呢 都分成高和低 两个大概的分籌 最终出现四种组合 我们看看这四种组合 在现实当中 它是否具备合理性 可行性啊 我们先分析哪个呢 先分析右上角 两种风险都很高 来去想一想啊 首先呢 我们分析 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所面对的经营风险 非常的高 会有什么影响 结合刚才的铺垫嘛 经营风险 主要联系谁 联系股东 那我就判断了 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所面对经营风险非常的高 说明它有可能获得高额回报 没错吧 那对于股东来讲的话 我们前面说过 它愿意把钱投给你 肯定是希望通过它的投资行为 来获得高额回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得出第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这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很高 能够满足股东对高额回报的要求 这个结论就分析完了 那接着再看第二个 同时呢 这个企业也会承担比较高的财务风险 我们联系债权人士理解 按照刚才的解释 财务风险呢 主要是指资本结构 主要是指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所担比例大小 如果是高的财务风险 说明这个企业整个资本当中 债务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大 没错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个企业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经营所需资金的来源 大头是谁提供的 大头是由债权人提供的 债权人给你企业 投了很多很多的钱 借给你这么多的钱 我们在这呢 再结合高经营风险去分析 债权人给了你很多钱 在你整个资本结构当中 大部分都是债权提供的资金 然后你这个企业呢 用这些资金再去从事 高经营风险业务的运营 大家分析一下 高经营风险一旦成功了 会带来高额回报 高额回报跟债权人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债权人只能拿到固定的利息 你回报再高 跟他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再换个角去分析 高经营风险同时意味着 失败的概率也会非常的高 对不对 那你想一旦失败了 损失最大的是谁 损失最大的肯定是债权人 因为债权人给你提供了 大部分的资金 我们大家呢 就把这两个分析角度的结论 把它放在一起 你想一想 天底下有没有这种债权人 我把钱给你了 你挣钱了 我不要去多分 你亏了 你赔了 我替你扛着 有这种雷锋式的债权人吗 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整个的分析结论 放在一起 得出最后总结论是什么 高经营风险能够满足股东 对高回报的要求 所以我们能够找到股权资本 高财务风险再加上高经营风险 满足不了债权人的要求 所以我们找不到债务资本 那就意味着 这个双高的组合 在现实当中是合适的组合吗 肯定是不现实的组合 因为他找不到债权人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分析的逻辑 大家再去把它听懂 那分析完这个之后 接着我们分析这个 就是这个企业两种风险的搭配关系 是高经营风险 低财务风险 大家就按照我们刚才解释的 第一个组合的分析逻辑 去分析第二个组合 首先是高经营风险 有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它能够满足股东对高额回报的要求 那我们能够找到股权资本 接着再看 它又是低财务风险 是什么 低财务风险说明 这个企业整个的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那就说明 债权人只是提供了很少的资金 我们再结合高经营风险 高经营风险呢 它也可能会失败 概率很高 但是由于债权人 只是提供了很少的一部分资金 所以即使它失败了 债权人损失大不大 应该也不大 而且大家也知道 当一个企业经营失败 假如最惨的情况发生了 它破产了 是不是在剩余财产的分配顺序上 债权人也是排在股东之前的 那就意味着 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 债权人它的利益 是有一定保障的 我们就是得到结论 什么结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债权人是可以接受 这种风险的搭配组合关系的 我们就得到一个总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高基硬风险 能够找到股东 能够得到股权资本 低财务风险 虽然是高基硬风险 但是债权人的利益 有一定的保障 所以我们也能够找到债权人 也可以获得债务资本 那因此 我们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就是高基硬风险 加低财务风险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组合 我们其实呢 能够有效的加以利用 这就是我们分析的第二个组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分析右下角 分析这个 再去看一看呢 它的组合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先分析 低基硬风险 联系刚才讲的股东嘛 低基硬风险说明什么 说明呢 这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会非常的稳定 因为基硬风险很低嘛 在稳定的同时 它的盈利 应该也是比较低一些 想一想 能不能满足股东 对高额回报的要求 是满足不了的 但是记住 我们不能得出结论 说就找不到股东了 为什么 还要考虑高财务风险 高财务风险呢 意味着这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比较高 这里边呢 就需要大家结合 财管讲过的概念去理解 财管讲过什么概念呢 叫杠杆效应 杠杆理论 讲起来没有 我们有三种杠杆嘛 经营杠杆 财务杠杆和总杠杆 或联合杠杆 那这里边重点联系哪个 与债务有关的 这种所谓的杠杆 指的是财务杠杆 对不对 那你想 如果债务的比例很高 那就说明这个企业 它的财务杠杆效应 会比较明显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它本身业务的经营 盈利比较低 但是呢 通过这种高的财务杠杆效应 我们是可以进一步提高什么 对股东的回报的 这才是我们一个完整的解释 那如果把这个解释 你弄清楚了 都是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低经营风险 加上高财务风险 能够满足股东对回报的要求 所以我们能够找到股东 找到股权资本的来源 先把这个分析完了 那接着再去分析 债权人 它面对的是高财务风险 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中 债权人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企业的业务是什么 是低经营风险 按照我刚才的解释 低经营风险指什么 它的经营很稳定 虽然盈利不高 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企业 每年都能够挣到一笔钱 虽然数额不高 但是对于债权人来讲 是不是它的利息 它的本金 仍然是有很大的保证的 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债权人 他也愿意接受这种组合 这个思路能数也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对于第三种组合 得了一个总结论 什么结论呢 低经营风险加高财务风险 我们可以找到股东 得到股权资本 然后呢 我们高财务风险 债权人提供大部分资金 但是呢 我们面对的经营风险很低 说明债权人的利息和本金 它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所以债权人也愿意接受 我们也可以得到债务资本 所以这个组合也是个现实的组合 这个是我们分析的第三种组合 那接着就到了第四个 两种风险都很低 去分析一下 第一个 低经营风险 按照刚才的解释 经营比较稳定 但是呢 盈利不高 对于股东来讲 很难满足他对高额回报的要求 同时呢 你又是低财务风险 说明这个企业财务杠杆效应 也不会很明显 那就意味着我们就很难最终去提高 对股东的回报 所以两个结合到一起 得出结论 这个组合 我们很难满足股东的要求 那就意味着我们找不到股东 找不到股权资本的来源 对吧 大家在债权角度去分析 低财务风险 说明整个资本机构当中 债权人提供的资金 它的比例比较小 数量比较少 同时呢 你这个企业 从事的又是低经营风险的业务 虽然盈利很低 但是比较稳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个结合到一起 是不是进一步说明 债权人的利益 它是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的 那因此 两种风险都很低 我们可以找到债权人 我们再把总结论 总结到一块 不就得出最后的结论 什么结论 两种风险都很低 我们找不到股东 但是我们能够找到债权人 因此 总体来讲 它不是一个现实的组合 这就是呢 我们两种风险搭配关系 它整个的分析过程思路 大家呢 可以再去把它琢磨一下 课下一定要紧密集合教材 多读几遍教材 我们分析完之后 最后呢 我们总结出 总的一个结论 这个总的结论 要求大家 必须把语言文 熟练的把它掌握 这个熟练掌握呢 不是要求大家背下来 因为从考试来讲 这些文字呢 不会要求大家去默写 你主要是记住 这个结论的基本要求 基本思路 这就可以了 按照刚才的分析 两种风险四种组合 这四种组合当中 具备可行性的 现实的组合 有两个 那你观察 这两个组合什么特点 A 经营风险跟财务风险 都是相反的 一个高 一个低 所以我们得出 第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什么结论 在一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营风险跟财务风险 一定是要反向搭配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经营风险高 那我们要控制财务风险 让它低一些 如果经营风险很低 那我们且控制财务风险 让它变得高一些 体现出反向搭配原则 这样的话 我们企业才可能同时满足 股东跟债权人 两大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那我们企业才有比较可靠的 两类资本的来源 这是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 那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两个组合 一个是双高 一个是双低 它的结论是一样的 都不是现实的组合 但是呢 它们影响的角度不一样 其中 如果两种风险都很高 双高的一种搭配 按照刚才的分析思路 它什么呢 能够符合股东的要求 尤其是风险资本的要求 但是它找不到谁 它找不到债权人 就缺少了一个 很有效的资本来源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就不是一个现实的组合 这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两种组合 都很低 双低的搭配 按照刚才的分析 是不是反过来了 双低的搭配呢 我们能够满足债权人的要求 但是呢 满足不了谁 满足不了股东的 这样一个权益投资人 它的相关要求 所以从现实来讲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现实的组合 那这就是呢 我们两种风险搭配 最终得出的总结论 大家再去把它多读几遍 把它加深印象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 就把两种风险的搭配 就把它梳理结束 基于这个基本的结论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内容的学习 教材给我们讲 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财务战略 需要提示一下 教材这个地方 它的标题 虽然叫产品生命周期 但是我们理解的时候 要站在一个企业角度理解 换句话来讲 这个地方所讲的生命周期 主要指的是企业生命周期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我们之前第二章 学习有关生命周期理论的时候 我说过 研究生命周期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 比如说 站在产品的角度 研究它生命周期 站在产业角度 研究它的生命周期 现在呢 我们又涉及企业了 站在企业角度 也可以研究生命周期 这三个角度研究的结论 字面的表达会有所差别 但是呢 分析的逻辑思路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最近几年教材 在编写的过程当中 就不再分开去讲了 统一在第二章 讲所谓的生命周期 然后后续章节 如果用生命周期理论 做研究的时候 都是直接套用 我们第二章 所学过生命周期的 一些基本结论 所以这个大家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企业 处在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时候 它要根据 不同阶段的表现特点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财务战略 那这就是呢 这个标题下 这个理论知识 它的基本内涵 内涵梳理完之后呢 下一边 我们在这仍然呢 需要做一个 简单的背景知识的铺垫 因为我们在座 有些学员 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呢 可能稍显薄弱 所以我们在这呢 要做一些简单的铺垫 帮助我们后续学习 更好的理解 我们做什么铺垫呢 按照前面的讲解 我们知道 企业资本的来源 就是两大类 一类是股权资本 一类是债权 或者债务资本 在这过程当中 就涉及两个主要的 立相关者 一个就是权益投资人 我们可以简说就是股东 另外是谁呢 那就是债权人 这个思路都拒得了 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要记住 这两类立相关者 把资本提供给企业之后 它是要求回报的 但是一个回报呢 不太完全一样 其中 如果是权益投资人 或所谓的股东 他的回报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呢 叫资本利得 第二个来源呢 就是企业 每年正常的股力分红 其中第一个 什么叫资本利得呢 就是你这家 接受投资的企业 你的股票价格上涨 所带来的好处 这就是资本利得 那股力分红 我想就不用多解释了 这是作为权益投资人 他可能的两个收益的来源 而作为债权人来讲的话 我们前面说过 他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一定是 你能够按期支付利息 到期偿还本金 大家呢 先把这个基本的知识 先把它记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相关的逻辑呢 来分析一下 生命中期不同阶段 财务诈的选择 谈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我们教材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表格 然后表格下边呢 还有若干文字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里边就出现了我的建议 什么建议呢 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完全是按照表格来讲 也是用我理解的思路 用我的语言给你组织一下 让你能够理解它背后的基本原理 课下去强化的时候 注意 这个表格的文字 你必须非常熟练 什么叫非常熟练呢 就是这个表格的这些文字的措辞 你要记得很清楚 而且要记得很严谨 因为从过去考试来看 这个内容也经常在选择题出现 在选择题出现的时候 它的有些选项的设置 几乎就是非常严格的套 我们表格当中它的具体措辞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表格当中 单元格它叫什么呢 主要是权益融资 那么你记的时候 就不能简单的记权益融资 前三个字千万不能丢 主要是权益融资 我们有的时候选择题选项 就抠这个字眼 如果没有主要是这三个字 那这个选项可能就是错的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听清楚 要记住我给你的建议 这个表格要非常熟练 原文的措辞要记得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严谨 接下来呢 我们在课下复习的时候 要结合课堂上 我给你讲的基本原理 基本思路 再去把教材 大篇幅文字的解释 我们争取多读几遍 因为教材讲的是比较理论性 专业性比较强 那我讲的时候呢 可能不会完全到教材原文 给你一次不差的去讲 我会把它演变成比较好理解线索 帮你去理解 那这个地方 大家也是把两个要结合起来 加分复习啊 那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建议 建议说完之后呢 请大家观察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跟教材的表格还不太完全一样 怎么不太一样呢 就是我增加了这一列 相当于是教材这个表格 这么多行 我把它重新做了组合 组合成三大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家对表格的整个架构 会掌握得更加熟悉一下 所以我们先不学习 先不着急学习更细的内容 先把结构梳理清楚啊 那从整个表格结构来讲的话 首先第一行告诉我们 就是四个阶段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代表呢 企业处在这四个不同阶段的时候 我们相关的指标也好 财务战略许的思路也好 都不太完全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第二段 就第二列 第二列呢 是我们教材系列的主要的一些方面 包括经营风险 财务风险 资本结构 资金来源 股利 还包括价格盈余倍数和股价 那我在这呢 就结合第二列 这么多不同的细节的一些内容 把它重新作为三大块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三大块 它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这就需要大家结合 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了 如果你能够马上想起来 说明之前的复习 你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不能够马上想起来 那你说明之前的复习 你存在薄弱环节 所以需要花时间 再去把它反复强化一下 那么这三大块呢 第一大块 就是我把它单独加了 这个绿色的底纹 你看到两行 一个是金融风险 一个是财务风险 我们是不是刚学过呀 学过什么 是不是指两种风险的搭配关系 这就需要结合 刚才我们刚结束的 这个质言的基本结论来掌握了 这是前两行做一大块 然后接下来呢 三四五这三行 我把它总结为一大块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不同阶段 财务战略的具体表现 那为什么这三行 属于财务战略的范畴 大家呢就往前倒 倒到什么时候呢 倒到我们学习 这个职能战略 财务战略 一开始教材所讲 财务战略概念当中 我强调我们必须讲 但是跟考试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跟我们后边复习有联系 那个基本结论 还记得吗 什么结论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所研究的财务战略 是一个狭义的财务战略 这个狭义的财务战略呢 仅仅指筹资战略 还记得吧 那么这个筹资战略 包括几块内容 就包括三块内容 哪三块呢 第一就是资本结构 第二是融资的来源 第三就是你的鼓励分配政策 这个能对应起来了吧 所以这三行 我们就把它归纳为一大块 代表四个不同阶段 企业选择的具体财务战略 那接着就是最后一块 我们最后两行 这两行呢 其实是告诉我们 两个具体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是价格盈于倍数 这是我们教材用的一个表达 如果对应了财管教材 这个指标叫什么 这个指标想指的就是 适应率指标 学过财管的 应该能够马上把它对应起来 没学过的也不用着急 因为我们在这呢 不是针对指标本身做研究 只是借用这个指标而已 大家再去思考一下 特别是学过财管的序言 适应率指标 我们主要用来干什么 还记得吗 适应率指标呢 主要用来是评价 这个被投资企业 它的投资价值的高低 一般来讲 适应率指标越高 说明它越具备投资价值 当然这个适应率指标 不可能太高 太高就算产生泡沫了 对吧 相应的 如果适应指标不断的降低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投资价值 也才不断降低的 我们在这就用这个基本的原理 那最后一个指标不就是股价 也就是说 在四个不同阶段 这家公司它的股票价格 会贬出什么变化的特点 所以我在这就把这两行 总结为常见的两大指标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架构 再去把它重新梳理一下 我们整个思考的逻辑 我们思维方式会更加清楚一点 我在这先把整个结构 把它梳理完了 了解完整个表格的框架之后 接下来 我们就把表格的基本思路 我们再把它逐一的细化 来展开详细的学习 我们首先先梳理第一大块 就是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我们两种风险 它的基本搭配 这里边需要大家回顾 我们之前学过的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在生命周期理论第二章 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接触过基因风险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按照当时讲课的提示 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我们基因风险怎么变化 帮我想一想 很清楚 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基因风险 它是由高到低来变化的 所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表格的第一行 谈基因风险的时候 这个基本的变化趋势 非常的明显 导入期非常高 到了成长期高 到了成熟期是中等 到了我们衰退期 就变成低了 由高到低来变化 我们先掌握这个基本的结论 那接着再去回顾 我们前面刚刚学过 财务风险跟经营风险的搭配关系 那我们都是一个总结论 什么结论呢 是不是说 经营风险跟财务风险 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搭配 应该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所以我们第二行的总的结论 也出来了 如果说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经营风险由高到低来变化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那就说明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企业的财务风险 应该是由低到高来变化 只不过呢 我们接下来要求大家 要按照教材前链行 这个原文的文字 准确严谨的把它记住 其中当谈到经营风险的时候 我们说导入期 经营风险是最高的 这个最高原文怎么表达呢 是非常高 等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经营风险有所下降 但仍然为是比较高的水平 那我们原文表达为是高 一定要记原文记得严谨 等到了成熟期 经营风险既不降低 达到中整程度 等到了衰退期 经营风险达到了比较低的水平 这是强调它的一个基本标号规律 然后接着在四个阶段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财务风险在导入期 应该就是非常低 也就是最低的水平 然后到了我们成长期 经营风险有所下降 所以我们财务风险呢 要有所提高 就由非常低变成了低 同样道理 等到了成熟期 经营风险呢 既不下降 达到中等程度了 那我们企业就应该既不提高 财务风险反向搭配原则嘛 把它提高到中等程度 等到了衰退期 还是很像道理 我们经营风险 进一步下降 达到最低水平 那我们写财务风险 应该进一步提高 达到最高水平 只不过这个最高水平 按照原文界定 就是高这一个字 我们在这呢 就把前两行 它的基本结论 以及我们考试的要求 就把它说清楚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按照 这两行的基本结论 尤其是第二行 财务风险四个阶段 它的基本要求 再去分析 下边两大块内容 我们这里边呢 就总体把它按生命周期 每个阶段去解释了 我们先看第一阶段 导入期 按照刚才的解释 金融风险最高 界定是非常高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财务风险 在导入期 应该是最低的 我们界定是非常低 接着大家再去掌握 我们财务战略 这三行基本结论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就结合财务风险 它的界定 我们去理解就可以了 按照刚才的解释 财务风险 由谁来决定 由资本结构来决定 而其中主要衡量呢 就是债务资本 它所在的比例大小 所以看到 如果呢 导入期 财务风险非常低 说明什么 说明在整个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 非常非常低 那我们几乎就可以 视为是零 那你想 整个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比例非常低 甚至是零 说明 整个的资本结构当中 应该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权益融资 那就是股权资本 这个结论不就出来了吗 那如果整个资本结构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权益融资 这个钱从哪来 那肯定就是权益投资 给你投过来的嘛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不同的股东 对风险的偏好 仍然是有差别的 按照刚才的解释 导入期 经营风险很高 是不是有一部分股东 他可能对风险呢 他的承受能力 偏好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要记住 在导入期 并不是所有的权益投资人 都会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给你起来投资 只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权益投资人 大家一看标题就看出来了 谁呢 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 他的典型特点就是 他愿意干什么 承担非常高的风险 来给你投资 一旦他投资成功了 他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收报 收益 但是他想 他也可能会失败啊 失败怎么办 很简单 因为风险资本 他在投资的时候 他采取是分散投资 他不会说 我就投你这一个项目 他可能会投很多很多很多不同项目 所以只要有一个项目成功 其他项目都失败了 他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回报 这就是他的整个特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记住 在导入其这个所谓的资金来源 从大的思路来讲是权益投资人 但是呢 特指其中一大类 哪个呢 就是风险资本 大家把这思路呢 把它处理清楚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在这个阶段 他的鼓励政策比较适合什么 很清楚是什么呢 不分配 不分配 那接着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导入期 选择的鼓励政策是不分配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零鼓励政策 为什么 这时候呢 就要需要结合刚才我们做的铺垫 什么铺垫呢 股东对回报的追求 是不是说股东的回报 两个来源 第一是资本利得 第二是呢 鼓励分红 大家去想一想 导入期的企业 它本身在经营上有什么特点 特点是说 这个企业可能刚刚成立 未来呢 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呢 现在前景还不是很明确 所以目前的经营结果 表现为它的盈利可能会很低 甚至是什么 甚至有可能是负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企业呢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所以即使现在它有很少的盈利 它会选择不发 把钱呢 都留下来 又由于企业进一步发展 这是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解释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站在股东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导入期 这些权益投资人 这些风险资本 它可以接受你的钱 不发鼓励 为什么 就结合刚才讲的 它的两个收益的来源 由于这个企业呢 它处于导入期 未来发展前景呢 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在我们现实当中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企业描述为什么 描述为在讲故事的一个企业 它经常会用很多的PPT来告诉你 我这个企业发展前景是多么多么的好 我这个企业呢 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我是一只会飞的猪 是不是就给很多投资人很大的鼓舞 都觉得这个企业为了特别特别的棒 可能给我钱 大家很好很好的回报 那在众多投资人追捧之下 这个企业它的股价 会不会快速上升 一定会快速上升的 但是记住 你不要理解为资本市场 特别是二级市场交易的股价 因为它处于导入期 它肯定还没有上市呢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理解 应该理解为是这个企业 它本身的估值 这个搞清楚啊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这个企业受到很多投资人追捧 所以说它的估值在急剧的上升 可能就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企业 但估值可能达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亿 这都有可能 那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 对于这些风险资本来讲的话 它万一将来有机会变现了 它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本利得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对股利分红就不是特别关心了 所以你这个企业呢 不发股利 它觉得无所谓 而且呢 它也愿意你这个企业进一步发展 你不发股利 把有限的盈利都留下来 用于进一步发展 它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这样的分析 这个思路就能处理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大家呢 再去把教材这个表格所讲 导入期财务战略三个 原本的措辞 要把它准确的掌握到位 那接下来呢 再看一看它的两个指标 在导入期 企业的这个所谓的价格盈余倍数 是什么表现特征呢 记住是非常高 就结合前面我解释的 适应率这个指标 它的作用 以及呢 刚才分析这个公司 它的估值急上涨这个思路 就可以理解了 表明什么呢 在导入期 这个企业 它的适应率会非常高 那非常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很多投资人 都很看好 它未来的发展前景 愿意给它投资 众人失财火焰高嘛 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 而它本身盈利呢 相对又比较有限 所以说它的价格盈余倍数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道理非常简单啊 那接着 从股价的表现来讲 这里边请大家重点记住原文 是谁呢 叫迅速增长 但是刚才我也解释过 对于导入期这种企业 你不要狭隘的理解这个股价 它不是指资本市场当中 二级市场 我们买卖股票的价格 这个地方 它所讲的股价 更多指的是这个企业 它本身的估值 这个估值在迅速上涨 那么大家呢 就把这个原文准确记住 我们到这呢 就把导入期 把它分析完了 那接着 我们再分析第二阶段 企业呢 发展进入了成长期 按照刚才的解释 进入成长期之后呢 企业基因风险有所下降 但仍然维持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界定为是高 基因风险有所下降了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我们企业呢 就应该适度的提高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就由非常低 变成了低 少了两个字 还是强调要记得严谨 接着再去理解 如果告诉你 它的财务风险低 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阶段 这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开始有所上升 不再是接近于零了 但是呢 总体的比例 仍然是偏低 所以我们界定为是低 这个结论数理完了 就按照这个结论 再去梳理我们财务战略 三个方面的基本结论 按照刚才的解释 财务风险低 表明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比例有所上升 上升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看到 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阶段 企业涉及资本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 权益资本也有 债务资本也有 只不过呢 债务资本的比例 应该是相对偏小 所以看到 它的措辞非常的严谨 是什么呢 主要是权益融资 主要是三个字 千万不能丢 主要是 就是告诉我们 它的资本结构当中 主体的部分 是权益融资 那还有一个很次要的地方啊 那来自于谁 来自于债权人 我们所讲的债务资本 只不过比例很低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把它记得很清楚啊 那接着再看一看呢 它的资金来源 是什么呢 叫权益投资增加 你看到 债务比例很低 所以呢 我们基本也不用太过多考虑了 它从整个融资来讲的话 为了满足它既不快速发展 它主要依靠的什么 还是股权资本 对不对 因为债务资本比例很低嘛 满足不了它对资金的需求 所以主要依靠的还是权益资本 但是注意到了 这个资金来源的表达 跟我们导入期表达不一样了 变成了权益投资增加 那什么要权益投资增加 说白了讲 就是进入成长期之后 企业呢 一定要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在快速发展阶段 对资金的需求会非常非常旺盛 这时候它就必须想方设法吸引什么 吸引更多的新的权益投资人来给它投资 这就是叫权益投资增加 在实物当中怎么表现 很简单吧 实物当中表现在导入期一般是谁来投资 风险资本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天使 对不对 那天使投资完之后呢 等到了成长期 就后还会持续融资 那我们持续融资怎么表现的 那就在属于A轮融资 B轮融资 C轮D轮甚至F轮都有 那你想后来进来的这些权益投资人 不就是代表新的权益资本增加的来源吗 这个道理就能梳理清楚了 对不对 那这下呢它整个资金的来源 同时要注意一下 在实物当中 有的时候呢 等企业进入成长期的时候 这里边可能需要涉及什么 权益投资的这样一个更替 什么叫更替呢 就是它一个方面 要信心的权益投资人给它投资 另外方面呢 在导入期就进来的风险资本 有可能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变现 来实现它的投资回报 那这里边你就会知道了 一个方面呢 风险资本需要退出去 一个方面呢 新的权益投资人要进来 带来更多更加增量的资金 那这里边这种更替 是不是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呀 比如说风险投资人 跟这种后来的权益投资人 双方进行协商 我们协议转让 这是有可能的吧 还有很多其他方式 但是这里边注意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在成长阶段 我们谋求让这家公司去上市 如果它顺利实现上市了 在某种条件满足情况之下 就可以实现风险资本 在二级市场顺利变现 然后通过上市也吸引了新的权益投资人 来进来 这个大家呢 应该可以跟实物联系起来 我们举例子 像我们现实当中 有很多发展很迅速的这种 所谓的互联网企业等等等等 它是不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中 它一定会想方式往去上市 就像大家熟悉的瑞幸咖啡 它就是采用互联网模式 到处烧钱 然后呢 扩张速度很快 开了很多的分店 它烧钱前哪来 那不就是持续的融资 给它融资吗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它一定干什么 它一定会想方式往想方去上市 通过上市 来筹更多的钱 然后让前期的投资人能够变现 获得它足够的回报 这个背后的道理呢 大家要把它理解到位 那接着再去分析啊 在成长阶段 我们鼓励分配政策 请大家先记住 它的原文叫什么呢 分配率很低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等企业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就不能选择零鼓励了 要进行一定的鼓励分配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 整个鼓励分配率 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再去理解背后的原因 理解原因的时候呢 还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 一个是企业本身的角度 一个是权益投资人 因为鼓励跟权益投资是联系的嘛 在那企业角度怎么分析 很简单 企业处在成长期 未来还要高速发展 高速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所以即使本身企业经营有了盈利 它会选择呢 很少发放 大部分都留下来 干什么 用于满足企业 高速发展它的资金需求 这从企业角度 那么站在我们股东角度 怎么去分析 还是刚才思路 股东呢 有两个收益来源 资本利得 还包括什么 鼓励分红 你先看资本利得 当企业进入成长期 跟企业在导入期 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不同就在于 我刚才说过 导入期的企业 还处在一个讲故事的阶段 它会用PPT 讲很多发展前景 给你构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 然后呢 让你来投资 但是呢 等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这个企业发展前景已经慢慢明朗了 那随着发展前景慢慢明朗 是不是就意味着 不同的权益投资人 对这个企业未来发展 他的判断就会出现了不同 有的权益投资人认为 你的发展模式 你的商业模式 可能基本就定型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未来不太可能有很好的发展了 所以这些权益投资人呢 他就会选择变现 选择退出去 当然也有的多人会认为 你的发展前景 稍微明朗一些了 那我觉得风险就会降低啊 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 你可能还会高速发展 还会带来回报 所以说这些权益投资 他会选择记住 给你带来投资 是不是在整个成长阶段当中 就会出现这种权益投资 这种资本的这种更替 代表观点态度会不一样 那么这种资本更替态度不一样 反映到股价上是什么 简单的讲 不就是有卖的有买的吗 那如果有卖的有买的 就会造成股价不再是 单方面的高速上涨了 跟刚才所讲的导入期 不太完全一样 刚才我说过 导入期讲故事讲得特别好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给你投钱 都想分一杯羹 所以造成什么股价快速上涨 等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有的人要变现了 有的人还要进来 有买有卖 这时候股价就不再是 快速上升的态势 而是说它的增长速度 开始明显的变缓了 那你想一个方面还在增长 但是呢增长速度开始变缓了 说明什么 说明呢 权益投资人还可以拿到比较高的资本利得 但是呢资本利得 它的数量 它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权益投资人就会对股利 有一定要求了 因为他需要 对资本利得这块做出一定的补偿嘛 那既然权益投资人对股利有一定要求了 是不是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的话 他就必须要分配一些股利 只不过呢 这时候股利分配率相对还比较低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大家再去把它理解一下啊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导入其财务战略三大块基本的思路 就把它分析完了 那再稍微提示一下 这个阶段两个指标 首先看呢 就是价格盈余倍数适应率 变成了高 结合导入期是非常高 成长期是高 这个变化说明什么 由非常高变成高 说明适应率是什么 价格盈余倍数是在下降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下降怎么去理解呢 跟刚才讲的原理完全是一样的 什么原理呢 由一开始讲故事 现在呢发展前景慢慢明朗了 在投资人角度 就认为你的投资价值 其实在下降的 所以呢 反映到价格盈余倍数上 也是在下降的 由非常高变成了高 把它记住啊 那接着股价是什么呢 增长并波动 看到了吧 导入期是迅速增长 单边的上涨 等到了成长期的时候 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在增长 但是呢 不再是单边快速上涨了 而是变成什么 增长过程当中开始有波动了 可能一段时间在上涨 一段时间就平缓或甚至下降了 然后再去上涨 有这样一个波浪性的这样上涨过程 那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不同的权益投资人 对这家公司的股价 当然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是表现为这家公司还没上市 对它估值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呈现出一个所谓的增长 并波动的一个基本结论 大家再去把它理解到 这是第二阶段 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三个阶段 就是成熟期 首先呢 到了成熟期的时候 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 达到中等程度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企业要有意识地提高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也达到中等程度 达到中等程度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呢 有了明显的上升 对不对 但是记住 中等程度并不代表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一定占一半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说呢 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而言 债务的比例明显上升 那如果是明显上升 就说明在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 我们就不能把它完全忽略掉了 所以你看到 教材表述非常清楚 是权益加债务融资 把债务明确地把它写出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呢 这两个部分都有 都强调资金来源是什么 肯定就是这两个来源呢 第一个肯定是股权资本 第二个呢 就是债务资本 所以两个来源都存在 大家把它记住 但是这里边你会发现 又有个细节变化 什么变化呢 当谈到股权资本来源的时候 跟前面两个阶段措辞 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变成什么 变成了保留盈余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什么叫保留盈余吧 所谓呢 保留盈余 按照我们会计的相关知识 相关概念 叫什么 那就是留存收益 意思就是你企业在过去经营当中 你经营积累下来的那部分 那说明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 虽然从最终所有权是归股东的 但是呢 现在是由企业来掌握的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到成熟期的时候 我们企业还需要股权资本 但是一个股权资本 完全靠自己历年经营积累下半 来提供 那这边就不涉及什么 不涉及从别的新的股东给你投资了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是成熟期 我们前面反复讲过这道理嘛 处在成熟期的企业 什么特点 经营会非常的稳定 因为经营风险是中等程度 经营很稳定 但是呢 总体的盈利 它就不会明显的上涨了 盈利基本也保持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经营比较稳定的企业 它就很难满足股东对高额回报的要求 能听懂了吧 所以呢 在成熟阶段 我们企业需要股权资本 但是呢 就很难吸引到新的权益投资 来给你投资了 那因此 股权资本的来源 主要就是保留盈余 留存收益 是我企业过去经营 积累下来的那部分 这个大家把它梳理清楚 这就是两类资金来源 接着看 它的股力分配是什么呢 记住原文啊 分配率高 是什么 我们强调采用高的股力分配 再去理解一下 为什么到了成熟期 我们股力分配率开始高了 道理很简单吧 站在企业角度 企业发展呢 到了成熟期 到了成熟期说明什么 经营比较稳定了 稳定就说明对资金的需求 就没有那么旺盛了 而且呢 到了成熟期之后 我们且经过历年的经营 其实呢 已经积累了很大的盈余 有了很充裕的现金流 那如果企业资金发展不需要了 怎么办 那就应该把这个钱还给股东 因为从最终所有权来讲 这是归股东所有的 你且不需要了 那你就不能够再去占有 要把它还给股东 而还给股东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那就是提高股力分配率嘛 把更多的钱以股力形式传给股东 这是在那企业的角度 那么在那股东角度怎么理解 还是刚才说法 两个回报的来源 资本利得股力分配 从资本利得来讲 怎么理解它 成熟期且经营比较稳定 经营比较稳定 如果反映到资本市场当中 说明什么 说明这家公司的股价 也不可能快速上涨了 股价也开始变得稳定了 那如果股价变得稳定 说明什么 说明股东从资本利得这块 就很难拿到他满意的回报了 那怎么办 他只能要求股力分红了 所以这个时候 企业就必须加大股力分红 来满足股东对投资回报的要求 这不是我们理论 这个逻辑就完全结合在一起去了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分析的思路 把它处理到 那接着再看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价格严于倍数变成了中 如果按照整个发展趋势来讲 的话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到了成熟期的时候 这个价格盈于倍数 所谓的胜利指标进一步降低 那如果进一步降低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这个企业 它的整个投资价值 仍然是在持续下降的 换句话来讲 它的估值应该是在不断下降的 对不对 然后接着看看它的股价 什么股价呢 就是稳定 股价变得比较稳定了 那大家把它掌握到 这是我们成熟期 那接着看看第四季段 衰退期 很简单了 衰退期金融风险达到最低水平 用低来表达 按照反向搭配原则 我们企业呢 要进一步提高 财务风险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也是整个生命周期 四个阶段最高的水平 我们在这用高来表达 那如果整个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的比例是高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阶段 企业的资本结构 仍然是两类资本都有 因为你债务比例再高 你也不可能说我没有股权资本 股权资本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 把它搞清楚 所以说你看到呢 从整个资本结构来讲的话 仍然是权益加上债务融资 对不对 但是呢 融资来源发生改变了 到了衰退期的时候 融资来源就完全靠借钱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成熟期 已经把保利盈余 该用的都用了 该分的也都分了 你就没有了 那衰退期呢 还要资金来继续维持啊 所以说靠借钱 借完就还 还完再借 应该是这样的进行方式 所以记住啊 那从股利分配来讲 是什么呢 是全部分配 换句话来讲 到了衰退期的时候 企业可能还有一定的盈利 那这个盈利呢 就完全作为鼓励 全部发放给股东 为什么 第一站在企业的角度 企业都到衰退期了 还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吗 本人就不需要了 那你不需要 就应该把钱还给股东 全部分给股东 站在股东的角度 当一个企业到了衰退期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股价 一定是下降的呀 那股价下降 说明股东连资本利得都得不到 甚至这方面还是亏的 那这个角度呢 我们且就必须把能分的都分给股东 做一定程度的补偿 所以强调是 全部分配 把它处理清楚啊 那接着看两个指标 第一呢 价格因为倍数 就变成了低 如果按照整个的变化趋势 由中到低 说明 这个指数或这个指标 它在还在持续下降 那换句话来讲 到衰退期的时候 胜利率指标达到最低 按照前边的解释 判断投资价值这个指标 对吧 那如果是最低的水平 说明什么 等到衰退期的时候 说明这个企业基本就没有投资价值了 很简单啊 再看股价 什么呢 强调 下降并波动 这个呢 就不太过分解释了 大家呢 按照原文把它准备记住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呢 我们教材所讲 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我们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分析逻辑 大家呢 争取把它听懂 刻下强化的时候 再强调 把整个表格原文的措辞 要记得准确严谨 然后再结合教材 大篇幅文字的解释 争取把一些专性的表述的思路 我们对它有一定了解 有一定熟悉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我安排的第二个内容 生命周期 财务战略选择的内容 就把它全部结束